团结政府任期内第二份裁案 也就是2024年财政预算案 将在来临星期五出炉 相信会聚焦物价腾长 令吉疲弱以及涵盖针对性补贴机制 为了给裁案铺路 财政部今早在夏议院提成2024年供应法案一读 财政部副部长脑都市阿莫马斯兰 向副部长刘强彦提成公益法案一读 另外根据国会官网出示的议程表 随着裁案在星期五提成 夏议院将从下个星期一开始辩论裁案 为期两个星期直到30号进入部门总结 下个月6号则是委员会阶段的辩论环节 小色变唤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